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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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 我們現在開始的上課 大家請客 走開 大家請坐 閉幕式了 這個是初級班 但是對我剛才聽到的大部分 我覺得你們已經想到很深的課程了 裡面包括不同的講師 講的深入淺出 所以我現在讓大家放一下輕鬆 講一些故事 大家聽看看 講一些輕鬆的故事 但是很重要 我先唸一段話 在講奴隸這件事情 記得我昨天我在藝術入門的時候講到一個東西 就是資源回收人 你被人家戰敗之後 你的首領被砍頭 懸掛 剩下的人 你被人家資源回收 只要你不對戰勝者產生威脅的話 你會變成什麼 資源回收人 資源回收人不要教太多的東西 就教 就讓你用奴隸式的教育 所以被教到比奴隸的人 我念一段話 生來為奴隸的人 沒有過去 沒有史關 歷史的史 史關 也不需要傳承 也沒什麼好團友會後一代 因為沒有什麼好引以為傲的 沒什麼好傾傲的 值得紀念 也沒有值得紀念的事情 生來為奴隸的人 不需要計畫未來 也不敢抬頭往前看 就因為眼前的一口飯 就是活下去的理由 台灣人 走到這種程度 你如果還是 站在外面那裡台灣人 你怎麼說不聽 只要為了你頭前那一段飯 每一天 九點到五點 或者甚至到工作時間更長久 就是為了要這樣挖下去 那就是符合所謂的資源回收人 還是努力的定義 這下去就是這樣 我們不是喔 會來這裡就不是了 因為你的眼界眼光 都跟他們不一樣 我們是什麼時候 有這種機會 其實我們在長年宣言裡面 有一部分已經說到這裡 在很後面的時候 我記得莊明雄 事務局委員長 大概解釋一下 我今天不再重述解釋 你們回去一定要看 他裡面有提到 在1972年發生的事情 那我們就回溯一下1972年 一個蠻大的改變 造成我們現在有這個機會 可以再起來 就是怎麼樣 在大環境上改變 我們當初之所以會 落在這種 你叫做政治煉獄 對 是有原因的 昨天講過 因為我們戰敗 我們無國 我們日本天皇戰敗 所以頭給我們砍下來 我們就被人家資源回收了 所以三代呢 很久 三代 三代又落去 怎麼 沒了 台灣人不見了 自己以為自己是中國人 挖那邊 挖那邊那時候 人家又不能把你當純種的中國人看 你叫做邊垂地帶 也資源不會給你的 不要想說你挖中國 你就有什麼好處 沒有啦 他們自己就 穿這裡不夠 要打冬給你們這裡 怎麼可能 沒有多餘的事情 要留給台灣 不用想想 他只會來explore 剝奪你而已 他不會來讓你變好 但是相反的 你另外一條路 選對的話 我們回到第一分地國裡面 我們是名正言順的這棋 我們還是有身分地位的這棋 什麼樣的身分 民主黨說大兄 但是現在有一個問題 我們這個大兄 肯不肯膏 我們去做努力那久了 親 差 家 還是要做什麼事情 動作 習慣 我都會讓你看 拿不出去 到現在的日本人比起來 我不是說我們的地位沒有 我們地位有 但是這個大兄 就要做給小弟小妹 他覺得說 我給你尊敬是應該的 台灣人敢有這九個 有這九個 你的情擦有這九個 你的俗相有這九個 你的俗相有這九個 不然就叫人喬不起的大哥而已 好啦 你大哥啦 好啦 把你做中的大哥 這種話你們聽得下去嗎 沒有錯 我們有這個機會當大哥 再來就是怎麼樣 我們怎麼教導我們的下一代 我覺得我們一代沒辦法 要改很困難 但是我們的下一代可以 所以我覺得我們有機會 我們努力 把我們的下一代 訓練到這樣 優秀的下一代 真的很像日本人的下一代 最好的教育 我們留給你們 車子的事情比較便宜 錢欠不欠 不是去車子 去買跑時節 去破車 欠給你們 讓我們的年輕人 受最好的教育 到全世界去接受好的教育 讓我們真的那個位階 可以恢復到以前的那種程度 這就是我們這樣做的事情 現在已經到結論的時候 結論就是跟你 這三天來 不一樣的課程內容 做一個總結 還繼續把你往前推 總結就是說 你現在應該知道都知道 我們跟那段 過去人家說的不一樣 我們是講什麼 我們講歷史上的事實 Historical fact 我們講什麼 講科學證據 我沒有跟你畫大餅說 這是台灣要走路 做一個路列 大家關錢 大家打拼 來做 不是 真正要竊據台灣的是什麼 中國國民黨 國民進黨 他們要再就地合法 他們是什麼 他們是鬼子 我是怎麼說他們是鬼子 他們鬼的個性從哪裡來 因為他們是流亡政府 流亡政府就是什麼 已經死了 被人家取代了 沒有身體了 他真正的身體叫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這是流亡 流亡就是什麼 孤魂野鬼 跟好兄弟一樣 所以他很鼓勵大家去拜好兄弟 這是文化的一部分 鬼啊 文化 我要叫我們人民去拜 拜神 沒有人拜鬼 你要怕鬼 要怕什麼 他希望你打鬼 因為他是鬼 鬼沒有身體 中華民國沒有身體 他身體在哪裡 不在台灣 金門馬祖兩個牌位 你要回去回去那裡 他現在跟他的組織談好了 他們已經不再流浪回去了 我們繼續在拜這個什麼 誰人繼續拜 中華民國跟民進黨 繼續拜 台灣人又一投票就 你被迷惑了 被他講的這一套謊言迷惑了 我們用什麼方式把這個謊言戳破 國際法嘛 真理嘛 真理讓台灣人得到自由 過去我們謊言欺騙 但是真理讓人頭部 讓我們釋放出來 真理一出現的時候 比如說你越親近上帝 魔鬼就逃跑 他敢來把他弄 不敢 所以你接近真理 魔鬼也跑掉了 真理是什麼 歷史事實啊 科學證據啊 你的謊言就自然就講不出來 不然你就拿歷史文件還在那邊 如果你說的是對 拿出來嘛 你可以因為宣言 還是因為密約 還是因為投降書 那個女生就比你們母 不是嘛 是要有合約嘛 結婚的證書嘛 那家庭也不會比你 一定要有證書嘛 台灣的證書在哪裡 日本天王手頭 真正有合約 台灣這個地方的主權 他掌握著 這很清楚喔 不然你國民黨就拿出來 過去這樣把我們騙 騙那麼久了 美國沒有錯 你放中華民國的 立法政府來台灣 代替你佔領 但是代替你佔領 不表示你也當違反 國際人權喔 美國 你繼續讓中華民國 這樣扁下去 你是持續的在犯國際法 你繼續把我們的小孩子 做這種交易 就好像 我舉個例子 就好像強姦犯 你已經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當我受害者 我說No 你就要Stop 我說No 你就要Stop 不可以繼續做 說喔 還要幾分鐘 不是這樣 你對台灣人 現在是持續在 我們在受辱之中 你不可以對受害者 我們是被戰勝國 沒有錯 被戰敗 我們是戰敗沒有錯 可是你要按照 國際上基本人權 日內瓦第四公園 來對待我們 不可以 叫我們去買武器 不可以叫我們當兵 不可以改我們的國籍 你不可以改變我們的人口結構 大量的引進中國人 跟我們籃 跟我們村的下一代人 都不知道自己是甚麼人 我說 殺人的方式很多 怎麼殺人 不是只有台立心股的 讓你這個人靈魂不見了 也是殺人 你看那些中毒的人怎麼辦 每天在藥物裡面麻醉自己的 那就是有沒有成人形 不成人形 台灣人現在身體在運作 可是不曉得自己是誰 等同去用台藝 你的情形去用台藝 你不曉得自己是誰 還說自己是中國人 還是認同這個文化 大家是拼搏祖跟古爾摩莎祖 這是拼搏祖跟古爾摩莎祖 我們有我們的權利 政治上我們是屬於大日本帝國 血統上我們屬於拼搏祖跟古爾摩莎祖 上面有兩種 拼搏祖跟古爾摩莎祖 我們是中國人的祖先 血統DNA 科學證據證明我們是他們的祖先 不然來查DNA 不是你自己編故是說中國人五千年 我們是他的目標 不是啦 科學證據拿出來 歷史文件拿出來 正式的考古拿出來 不然讓我們的考古 現在去很多處 搞不好下面你往下挖 可以挖到很多東西 再來我們如果有執政 我們做一件事情 台灣開始做考古 追到我們的祖先是哪裡來 真正的祖先是誰 是他們是強勢文化一直在影響我們 讓我們改變我們的生 沒有錯啊 變我都以前沒生 所以漢人來幾人 一個男人來就說 你們都被中國人了 一個男生進來就變 全部都是中國人 沒有那件事 文化上的強勢 不會改變一些 真正科學上證據的事實 好 我再講回去 努力怎麼撐起來 我之前在別的州有講過 斯德哥爾摩陣 在斯德哥爾摩陣的時候 有兩個搶匪搶了銀行 搶了銀行裡面就有一些受害者 結果沒想到警察攻堅你以後 把他們救出來以後 希望在法院裡面請這些受害者 來法庭作證說 這兩個人對他們怎麼樣 你知道嗎 結果奇怪 這些受害者居然一口同聲說 都沒辦法 都沒事情 對我們很好 這個案子變成搶案不能成立 於是這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外界人看 這明明是個搶案 你虐待裡面的受害者 你把他拘留在裡面 想到不願意作證 原來那幾天裡面發生一些事情 那邊被關在裡面的人 跟外界的資訊斷絕了 他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所以他只是在裡面的事情 顧起來之後 對這個加害者產生感情 反而覺得說 比如說他在裡面 給你一罐水 你會覺得他對你比較好 在那種資源控制底下 他來分配 重新分配資源 讓你產生對他有好感 跟他訴說 我其實搶你是有理由的 反而讓他變成同情 加害者 很多受爆的人 很多施暴者 很多受害者到後來愛上施暴者 就是這個問題 你被強暴居然愛上他 那不是很奇怪嗎 我告訴你 台灣人就是這樣 我們被施暴了 但是都沒有施暴 還替國民黨講話 他說我們其實也不錯 也讓我們有飯堂吃 就是這樣子 我們大家都圈在這個裡面 你對於是非不明了 你什麼時候台灣人可以施暴出來 我怎麼幫助 在實際上怎麼幫助這些人走出來 變成醫學上的一個問題 但是有幾個步驟 起碼 第一個 讓他知道Facts 事實 外面的事實是什麼 慢慢把它帶進 跟你講說 你在發生的事情的時候 外面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過去就是 關在台灣島裡面 不然讓你知道外面的事情 以前要出國留學是怎麼樣 要接受思想訓練 要送到建坛那邊去上課 怕你出去之後 變掉了 因為你接受外面做 結果還不是一樣 你的訓練有效嗎 沒有 我們一出國留學 就要得到外面的訊息 外面的圖書館 一看 我就知道中國國民黨是誰 我們留學 我還記得1987年 我出國留學的時候 我收到台獨的那些文章 馬上就有人跟我講問了 說你剛才拿的東西 信箱收到的趕快拿出來 我說我在美國還遭受這種對待 你是什麼人 國民黨那種分派 在不同的單位有人 知道你拿什麼東西 要怕死 我去圖書館去查書 上面還 對於蔣介石的那個真實敘述 上面還有人給他塗掉 怎麼會這樣 沒有 那是我以前經歷到的事情 1987年 戒嚴之前 戒嚴之前 我那時候就出國 說這樣啦 你就是要出去之後 看到真實的 facts historical facts 跟 document 你才回過來搞清楚說 我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不然你在裡面的人 你真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你就是愛上對你施暴的人 那真的 人家一定要撐起來 就是靠這個 連這個記者會 在WGNDC開的記者會 還有人在那邊攻擊 說這沒什麼 真慘 下一步就在鼓掌 慢慢說 臨床醫學要怎麼處理這群人 花不少時間 他們那些disoriented 他那個整個分辨的能力已經沒有 臺灣人分辨是非對錯的能力 沒了 所以呢 退而求其是什麼 退而求其是什麼 變成豬的文化 有飯吃就好了 沒辦法要求那麼高水準 變成豬的文化 被豬又養 比豬的層次更加 叫貴附身 搞不清楚自己是誰 要跟人家說 我跟你講一個故事 在聖意上有個故事 就是說耶穌到一個地方叫格拉森 那個地方 然後耶穌一到的時候 突然有一個全身被鬼附的人 跑來 耶穌說 上帝的兒子 我時間要不夠了 你現在就把我看著走 耶穌說 你叫什麼名字 你叫什麼名字 那個人說 我叫群 怕死 群就是群 沒鬼 代替這個人回答 也就是他真正這個人 沒辦法真正回答他自己的名字 只是附在他身上的鬼 替他回答 說我叫群 因為附在他身上的鬼很多 耶穌這句話說 從這個人身上出去 你就整個都走在地裡淹死 鬼替他回答 什麼叫做被鬼附身 就是自己沒辦法再控制自己了 對自己的identity搞不清楚 你是什麼人 台灣人不敢說耶 我還記得 以前還有一些歌 說台灣這名字 怎麼拍一聽到 怎麼台灣都不可以說 你還記得嗎 現在新的一代都不知道 以前不可以說台灣這兩字 那麼慘 連台灣這兩字都不可以說耶 那還是在 那還是在條約底下 FORMOSUN 那說得好耶 那時候在街頭上我也上去 從中立事件開始 我說過早就知道我什麼是台灣人 對不對 那個時代 都有啊 上街都去了 只有看到這個東西 我才切 真的切給他 不然我很認真 太久了 我講到這個 我剛才點到這個 不要太悲情 我現在講到說 整個大環境做了一個改變 什麼樣的改變 我再講一個故事 在月戰的時候 有一個人去 美軍 在月戰的俘虜營被抓 當了俘虜營 後來月戰結束 他就回去德州 他就派一個包 到銀行裡面 把他的這個 袋子都放在桌上 櫃台小姐說 我要存錢 櫃台小姐說 要存錢 要存多少錢 八千萬 小姐一聽到錢太多了 等一下 這個我沒辦法處理 我叫經理出來 結果經理就出來了 先生聽說你要存八千萬 對啊 八千萬 錢就拿出來看 用橡皮筋捲起來 拿起來看 先生你不要開玩笑 這是大富翁遊戲的錢 大富翁遊戲錢 要存這個 那個月戰的退伍軍人 美軍 我沒有開玩笑 這個錢 在我們俘虜營 真的可以用 可以買牛排 古巴雪茄 法國紅酒 特別service 都有 這經理不是省油的燈 他跟他回答說 只可惜 你這個俘虜營已經關起來 要不然我願意 跟你換一點這裡面的錢 進去玩 進去裡面享受一下 他在講一個什麼東西 1972年 我剛才說1972年 在這個裡面 他講了一個關鍵時間點 那時候中國改革開放了 本來之前中國裡面的貨幣 是跟外面不通的 沒有人認領人民幣 你有印人民幣 可能在外面不接受 外面是資本主義社會 共產主義社會 就是蘇俄 蘇聯 那時候叫蘇聯 中國 古巴 北韓 那幾個地方 對吧 那他們裡面需要的東西 什麼 遺物遺物 東西 發東西 邊界用火車運來運去 跟蘇俄講好 那是過去 但是開放之後就怎麼樣 就有點像 他要加入大富翁遊戲 跟我們玩玩 你有沒有辦法拿外面的錢 比如拿新台幣去大富翁玩 不可能 你一定要用大富翁的錢 沒錯吧 大家有玩過大富翁嘛 對不對 所以等於西方的這種 大富翁遊戲裡面 基本上跟中國講說 OK 我玩幾筆錢然後來兌換 說好事之後就開始了 那西方國家對中國有什麼需求 可能他的資源吧 可能他的天生的礦產吧 但是他要做的東西 西方國家沒有了 你坐的腳踏車我不要騎 你坐的衣服誰要穿 很醜啊對不對 這是基本的需求嘛 中國也看清楚外面的世界是 資本主義學生越發展越厲害 各種各樣東西 他知道還走下去一定死 所以怎麼樣 一定要開放 開放什麼 一定要玩這個大富翁遊戲 所以他也要加入 大富翁一開始什麼 給你兩千塊 開始裡面的錢給你嘛 等於送給你嘛 就把你的錢當作錢來算嘛 給你一次來算嘛 所以這種西方國家要做什麼事情 我要大量的資金進入到中國 幫助你做我們要穿的衣服 做我們要用的東西 對不對 就慢慢讓你的技術啊 各方面發展出來 照今天啦 可是呢 中國就是很快的經濟就尬起來嘛 因為人啊各方面 但是尬起來之後很多的時候 照理說你是來玩大富翁 不是在冰拌的嘛 你進來玩 你就要按照裡面的遊戲規則玩 對不對 你要按照有些規則 你探情之後就按照 幫助人民嘛 增加他的購買力 你就 結果他不是呢 直接來繼續前置他們人民的思想 繼續鼓吹民主主義 拿去買武器 去對旁邊的國家恐嚇 一下越南 一下日本 對不對 跑到中東去買石油 準備要打仗 這沒笑耶 更糟糕的是什麼 他的武器買來 如果是自我防衛也就算了 他拿來做什麼 要攻擊的嘛 要expand他的power 那代表是另外一個勢力 更糟糕他最後還挑戰說 大家不要玩美金 我們來玩人民幣 我們這個主要計算貨幣貨幣 不要美金 那個表情講 你這個大風遊戲裡面 我們不要再玩這個錢 我們玩別的錢好不好 那個是冰島的 成幾何時中國變成這樣子 最近有改啦 但是成幾何時造成 他還挑戰日本 日本第二大經濟體 他說我們現在夠大了 但是你裡面的人 像巴巴人 是像野蠻人耶 所以所有支持在中國起來的國家 要小心一件事情 Can you afford 你可以負擔起 這樣一個國家出來 變成dominant 這個世界上的遊戲規則嗎 制度嗎 可以嗎 會看嗎 整個人類會被圈在什麼裡面 所以老大要做事情 我會讓日本再起來 我會讓中國下去 我讓老大夠大 不會讓老三來欺負老二 所以日本說 日本日本回來了怎麼樣 最重要是什麼 日本帝國要回來啊 帝國你怎麼可以欠一塊台灣 所以美國容許 台灣又回來了日本帝國 這是大環境 OK 這是大環境 在大環境底下 我們發生了這件事情 因為這個島鏈裡面 不能缺這一塊 了解了嗎 我講的是一個大方向 這個島鏈缺不了台灣 台灣這時候 供奉其盛 最好的時間點 哪有人頭髮起來 但是這時候什麼 還有一個關鍵點 是我們在法律上哪有人回來 但是 可以走多遠 我們可以走多遠 就看台灣人自己 站得起來站不起來 不要在那裡自己擺 不要在那裡自己還往中國跑 不要說台灣人站起來 還不夠格站在那個位置 所以我們現在在緊張 在緊張在歡樂 歡樂什麼 台灣人有夠假嗎 我們要盡我們全力 讓我們真正 當一個真正大日本帝國的 臣民的 革調 追蹤 請全力去教育我們的下一代 我們這一代要解很困難 但是我們已經罰了 我們既然知道都要做 要不然等到時候 所以你們在座的 雖然是入門 但是你回去之後 怎麼樣 師傅說 盡量的說 盡量告訴國多人 認罰這件事 我這樣講 我也有錄影 我希望以後人家也會看 我把整個大局講清楚了 希望大家都知道 參與這件事 這個是歷史上的任務 歷史的關鍵點出現了 關鍵的時刻 你們是關鍵的人物 你要做關鍵的事情 歷史的關鍵的時刻 門打開了 這時候你就要跳下去 去執行這些關鍵的人物 都要做這個關鍵的事情 大家一起來守護 不常人家在法庫 我要守護台灣手勾手 那會比較差 結果是二次會出的 要把中華民國在地合法化 要把整個負債 台灣這個新居住 怎麼可以 過去我們都不知道 也拿著法 我也拿著勾手 發生到要死 結果什麼都不是 結果給人騎人 給人騎人 你的資金 你的錢都給他們 完你們就這一群人 現在都知道 我們再去走去大陸 不會 台灣民政府是唯一一條路 大家要 手勾手 新人心 為了這件事情 把自己的法理論處弄清楚 我沒有在講情緒 我剛才講到現在都是很 Rational Be reason 我們要用理性來探討 理性跟你們對話 Reason Reasoning 過去台灣人不會Reason Reason就要合理 邏輯 事實 是真理讓台灣人得到自由的 我講到這邊 然後接下去 最後一個結論 回去的時候 你們去看一下這個 因為我剛才也是 With all the bearing 所有的壓力 凝聚在這一點 因為接下去我們有高級班 持續會有很多班一直開 希望大家盡量的告訴更多的台灣人 因為Crucial moment 很重要 不管是關鍵 而且是Crucial 就是很決定性的實踐 大家都已經走到這一步 過去我們來的時候還怕 前面幾期的時候 是什麼狀況 台下沒有幾個人 大家來又怕 又怕說去上職場還是做紀錄 都不敢 現在大大方方 待會我們三點半 大家一起到樓下集 先不要回到你們房間去整理行李 一定到樓下 大家集合一起照相 做紀錄 好不好 那我今天閉幕視到這裡 各位好玩請我起立 走勒 好 請各位好玩先去一樓大門口 那一樓大門口 那一樓上 那一樓上後 還回去整理你的行李 請大家把你的椅子 把你們的椅子拿到桌子上面放 謝謝